朋友聊世紀 天天都貴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3v3的美衛表演賽 是由AM對上GEO戰隊 那這次比賽是在5月2號所打的比賽 那我到現在才發算有點LAG了 那還是我們還是把它做成一系列的影片吧 好 那這部影片各位分成上下集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在影片的結尾 看到下一集的連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那美衛挑戰賽 那過敏思義就是有很多美衛的魚群 會在這個草地上跟著MAGIC 非常的神奇 這個金槍魚怎麼會在草地上呢 好 反正就是這裡有很多的肉 還有這個綿羊 乳牛 鮭魚群 還有海濱 但這邊海濱我不確定能不能蓋碼頭 看起來是沒辦法的 因為還需要一個深海的海域 那看起來是誰用村民 下個模仿去撈魚 因為這個地方是可以蓋東西的 好 這個我能確定可以上面該建築物 好 那這邊肉其實蠻多的 好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地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也沒看過這張地圖 中間還有這麼多 這是什麼 海豚群 海豚在沼澤裡面跳來跳去 死了吧 太不科學了 好 沒關係 這個就是遊戲的有趣之處 那遺跡的感覺喔 生物好像蠻多的喔 欸 這裡中間有總共是六個 六個生物 好 那起始村民喔 一開始大家都是六村了 所以這裡很早就已經到了十幾村了 速度非常快速 稍微來講一下文明好了 看起來沒什麼 欸靠 原來有可以蓋碼頭 還是可以蓋啊 我以為要深海才可以蓋啊 原來這個潛態也可以 不好意思 直接打臉 呵呵 好 稍微講一下文明喔 缺德羅倫的話 團隊來說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他騎兵可以counter所有的 欸他的駱駝可以counter騎士 人家出公兵就出殺騎馬 基本上只要一個馬就有 就可以搞定騎兵跟公兵的組合 非常的easy 後期還有沙地利可以減成大量食物的消耗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前線列隊 可以讓駱駝的坦度更上一層樓 還有這個相公也可以更坦一點 所以缺德羅倫後期可以出這個寶兵 加相公加騎兵入手 打法非常多元 接下來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是紫色選擇了維京人 維京人是全遊戲裡面 這個世紀國裡面文明 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給用免費的手推車技術 跟輪走技術 所以要趕快上到封建時代跟稱保時代 可以打輸維京人最大的價值 但他到了後期會有點後繼無力 因為他科技上會輸對手 自己沒有巨型投石機 騎士線也不太行 而且工兵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他只有經濟好 可以壓制對手 但是就是沒有其他太多的科技 可以去反制對手 比較可惜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的話是黑啦 這是對比方 我們繼續講好了 日本人的話最大特色是步兵 而且模仿伐木場 還有採礦地 都有半價的優惠 所以他在前期可以多下一些模仿 去打獵或是吃果子 到處吃野味 都沒問題 當然這樣地坨是可以向碼頭 所以這裡就必須要蓋 一定要必須蓋碼頭 而不是模仿 那日本的捕魚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他的漁船捕魚的速度是 甘辣鬼 他是5 6 瘋紅跳 一直跳一隻爽 所以日本人後期會打一個步兵 步兵的話攻擊速度有33%的攻速加成 但日本武士、劍兵、勇士、疾兵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日本後期會比較適合搭配一個步兵戰線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強弩的路線 那日本的話的弩兵也是可以打的 還有這個拇指環 但馬弓路線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我不太推薦 還是比較推薦打日本的步兵加上弓兵路線 會更適合一點 現在我們來看伯伯 伯伯的話最大特色是他的駱駝 這個駱弓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可以控制所有的弱弓文明 像是匈奴、馬扎爾、還有很多的 像這個匈奴 很多很多很多 只要是馬弓文明都會被他控制成白痴 那伯伯除了之外 他的馬舊單位還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就是城堡時代15% 地獄時代20% 所以減免的並步非常多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效果在 而且是在城堡時代 這個減免感覺是很有感的 當然就是伯伯的移動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雖然之前黑暗時代也會有這個加成 但是現在已經拔掉了 變成封建時代才有移動速度加成 有點可惜 這邊吃了我會稍微去打下漁港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是MBL MBL的話選擇伊索碧亞是我們今天團戰講過的 非常強大的團戰文明 雙兵攻擊速度極快 在這邊看一下這個挑戰 哇這裡可能要11吋了 哇這邊直接打到頭破血了 塔套拳是達羅P2 達羅P2的科技是減半的 哇直接升裝甲 硬尻 哇三裝甲很痛啊 好那這邊漁船應該是要四處逃出來 應該沒問題三艘都可以拿下 好這邊直接三隻鑽的復兵 碾壓了對手的漁船的捕魚的縱線 那我們就講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是攻兵射出最快的文明 那他後期還可以點下這個扭力彈射器 讓火炮有這個爆炸範圍效果 還有投石車 但是沒有辦法讓峻頭石巾有這個效果 之前有觀眾在留言補充給我 非常感謝 好那我們這邊就看一下這邊打架 應該是沒問題 三隻裝甲加上一隻刺頭 給的壓力是非常高的 原6加6乘3 18弓 再加一隻刺頭5弓 23弓 很容易就可以擊殺一隻脫文明了 好這邊長兵上去戳一下 直接頭破血流 剩下9滴血 伊索碧亞這個文明 再來這次改版 讓他這個黃毒血脈 讓自己的彎道勇士跟自己的駱駝 有這個減免3滴血 對騎兵來說有這個3滴血的減免傷害 所以對方出騎士打這些彎道勇士跟駱駝的時候 直接減3攻 是非常強大的能力 尤其是在駱駝跟對方駱駝互打的情況下 更有優勢一點 這邊直接尻完 但是伊索碧亞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血量上可能還是會稍微有點慘 好這邊裝上步兵應該是要被解掉了 這邊有長長兵加上輕騎兵的一個傷害 那有人會說為什麼要來著長長兵去打 因為要去Counter對方的這個刺頭 就算不去打對方的馬 也可以去戳這個裝甲步兵 這邊湊一下是3滴血 其實還是有點傷害 就算一朵俠長長兵還是能做到事情 好這邊順利解掉 但是Heart這邊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自己的經濟有點爆開了 你看只有900分 分數最弱後 真的是被騷擾到 好 那我們看達魯P圖 達魯P圖的話 他的軍營單位 這個裡面的東西都是半價 那他後期還可以打烏茲鋼 所以烏茲鋼這個能力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進行真實傷害 非常痛 所以WP圖後期都是打一個步兵線居舵 但是他其實也可以打相攻 相攻也蠻強的 還有這個戰毛兵 都有這個攻速加成效果 而且漁船的話還有兩倍鑽載量 所以打這種混合圖 有湖啊有陸地的圖 所以對WP圖都不是一個太差的選擇 好那這邊MBL很肯 直接在這邊撈魚 撈給對面塔套尊重 他怎麼直接在這邊撈啊 有點有點奇怪 好那草草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那WP圖這次改版有新增一個能力 就是工程器製造所單位的木材 有減免的效果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打這個工程器 配上自己的工兵 或是打相攻 對於這個不錯的效果 那如果打相攻的話 其實給的壓力自己會太大 所以還是會比較走向一個工兵配工程器的路線 會更適合一點 然後再配上一些森女 去抵制對方的騎士 好這邊Viper用大量的刺頭 直接壓到了哈特這邊 哈特這邊已經快被打殘了 工兵再過來直接打到所有東西 果子的村民直接被收生收回去 好那大家的志願其實都差不多 經濟最好的是我們的藍色 HERA HERA是日本人 經濟已經來到了城堡時代 很順利的 是最少上到城堡時代的玩家 那這邊JORDAN 上了城堡時代卻有一點距離 有點意外 我以為這邊該會先上 但是HERA這邊是 直接不出兵為死 上城堡時代 但是JORDAN這邊是維京人 出了工兵 想要來弄HERA這邊 所以上城堡時代算偏晚了一些些 那VIPER這時候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後方這邊也有HERA的工兵 加上哈特的刺頭在這邊做騷擾 團戰就是這樣走 各處著火很難 要看地方太多了 這邊有一些工兵跟刺頭 在這邊想要追擊 那這邊直接下了一根劍塔 VIPER這邊防守還是相當的到位 那這邊果汁區可能要稍微微笑 也是會有危險 好這邊可能要被入信 那弓兵直接回來 在這邊擋了一個入口 好弓兵直接回頭 擊殺了HERA的 日本的漁民 這邊漁民直接被射到殘血 直接死了三隻 這邊弓兵也是上千 但是升到城堡時代還有40秒 這邊可能要先稍微撤退一下 好結果塔套這邊也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是經濟最好的圍巾人卻還不能點 這個有點尷尬 經濟最好卻不能點城堡時代 好這邊肉麻過來 VIPER再次想要去攻擊對手 那NBL 這邊是繼續工兵打嗎 工兵只是很少量的 看來是有被解掉一些 好工兵過來想要來幫隊友嗎 雖然這裡沒有意識到塔套的工兵 好這邊看一下 VIPER直接把這裡維持 然後再把村民從左邊拉了出來 及時逃過一劫 等到城堡時代的VIPER 應該會馬上出這個殺騎馬 趕快去解救這一團的工兵 傷害 那對手這邊偷偷在打木槍 沒有在打VIPER的刺猴 刺猴這邊無情輸出 射好射滿 OK這邊兩隻殺騎馬一出來 可能要全軍覆沒了 好 殺騎馬打工兵的傷害是很高的 但是這邊工兵數量其實還是有點多 還有一隻長康兵的關係 還是解掉兩隻殺騎馬 好來看一下下方這邊 下方這邊有奴兵 加上 大特的這些兩隻 呃 幾隻刺猴 這邊 紫色 Jodan 一定要到城堡時代才能反打 因為他剛剛前後被夾攻 有點受傷 經濟一直被控 雖然自己有大量工兵 但是還沒有到奴兵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對方的奴兵給克制住 好 那這個就是 曲折羅倫強大的秘訣 就殺騎馬 只要出了就可以很康克對手的工兵 這邊可能要死村喔 哇 一村 兩村 VIPER這邊死村有點慘 好 下方的工兵 VIPER去幫隊友 結果自己也被射爆 還有這10秒才能升到城堡時代的 Jodan 有點慢喔 這邊有點慢了 這邊工兵在撈雨又被抓包 右方這邊 看一下 塔塔這邊工兵直接到了金礦處 想來燒擾MBL的礦區 到底不是MBL 這個是那個 大特的 大特這邊是馬舅單位 應該大為是直接出騎士喔 上城堡時代 然後再配合MBL的工兵 直接潛壓 是最適合他們打法 那黑亞現在有經濟上的優勢喔 哇 他這邊應該可以直接開農 果然直接開TC喔 因為他這頭工兵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家中禁可能用這頭工兵 去阻止對手進攻 然後再額外去騷擾對手 是比較好的選擇打法 好 逃到這邊工兵直接升級好之後 碾壓了MBL的工兵 工兵直接死了5隻 非常多 這邊村民也是被射到生活法治裡 哎呀 又倒了好幾隻 VIPER的刺吼道仙台在用 VIPER控家裡 然後又控家 又去幫隊友 又守家裡 又蓋TC 然後前線又有兵 跟隊友一起攻兵一起走 這就是VIPER 跟那鬼啊 好忙啊 然後這裡還有一隻刺吼 去看有沒有在捕魚 哇 VIPER真的是各種忙欸 他真的是一個人做了很多事情 好 JODAN這邊上到了城堡時代 第一件事就是先點下彈道靴 二級防弩兵 直接全部點了下去 然後這邊TC喔 可以考慮趕快開一下 畢竟維京的城堡時代是經濟最好爆石賀 好 這邊打強軍事的話 一定要打到東西喔 不然可能會 讓維京的經濟優勢喔 變得沒那麼大 這邊莎西瑪可能要稍微抖動一下 因為對方的工兵數量有點多 好 黑亞這邊要被夾擊了嗎 欸不是 這個是隊友欸 MBL加上黑亞的工兵 直接匯合到了附近 這邊在看到對方殺西瑪 但是沒有射擊 第一時間沒有看到 這邊在一個抖動V陣 躲掉了箭矢 好 左邊的部分 這邊JODAN的工兵要來打HART了 HART這邊挖進框的村民 直接跑掉 但是有彈道學嗎 有 哇 有彈道學 非常的準 這邊分兩隊喔 兩隊的話 這樣攻擊 箭矢就不會抑傷了 哇 這個細節都打好 分兩隊 可以同時分射兩個村民 這個是小小的細節 好 但是VIPER家裡的壓力越來越大 這邊的工兵可能會被擊解 如果擊解的話 對他來說不太好打 這邊可能要稍微再擊一下 這個殺西瑪的數量才有可能反打 好 VIPER的騎兵直接往後撤 但是這邊的 輕騎兵的騷擾路線還沒有中斷 還在繼續找地方打 VIPER兩邊一直在看 那家裡3TC準時開農 開農之後 但是沒有多餘的資源 可以點下二級農務的級目 因為現在出殺西瑪的路量 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被迫一直去按這個殺西瑪才可以 好 那VIPER這邊 直接在野精的部分 蓋一下TC 好 那果然 WP2打套 這邊轉出了少量的象弓 來走一個象弓路線 你看這個象弓射速其實很快 咻咻咻咻咻咻 而且也有坦 好 弓兵完全不想屌他 好 這邊殺西瑪直接上前吃掉 OK 這邊殘血了 還有一隻沒有被收掉 很賺 那我們來看下方這邊 下方這邊的 Jordan又再一次燒到HART HART這邊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七七四十九天都在收穿 魚也不能補 VIPER的吃頭也一直在繞 繞到了魚也不能吃 好 那基本上喔 VIPER已經打死了異價 HART已經沒辦法有戰力了 戰力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兵力非常少 七隻騎士 VIPER十八隻殺其滿 好 這個經濟差距非常大 好 這邊VIPER的吃頭可能要直接被扁死了 好 那現在敵軍 黑拉加上塔套的 騎兵喔 直接壓進 VIPER的領地裡 要來給VIPER最致命的一個打擊 好 但相公一直壓制伊索碧亞的弓兵 雖然弓兵有這個弓速加成 但是遇到大象的話還是很難打 因為大象基本遠防是二防 其實坦度跟騎士差不多 對付對方的弓兵來說是相當好的一個選擇 看到VIPER這邊不好打進去 這邊直接選擇了撤退 來直接打塔套 那VIPER的刺 欸 沙奇瑪居然沒有在家裡 反而是去到 哈特加這邊直接弄個一波 這邊直接把村民拉到右側 不要被騷擾到 好 沙奇瑪這一波騷擾 還是打到非常多東西 好 這邊工兵直接被擊火 收掉了相公 相公 哇 這邊的工兵數量太多 好 三十二隻了 好 日本這邊點一下拇指環了 這裡是黑拉最強大的時間點 弓兵拇指環 服刑 箭魚開射 這個射速超級快 這邊塔套只能先暫時 躲避一下戰火 先收村一下 趕快把經濟域往後擴 好 究竟這邊也把自己的工兵 派到了VIPER家附近做防守 那VIPER用自己的沙奇瑪 在哈特加裡又塗了一波 讓塔套的村民數 只剩他三村 那他隊友是七十三村跟八十三村 這個村民差距快差了三倍 那VIPER的村民數其實也不是很多 因為他TC效率比較慢一點 那黑拉跟MBL 村民數是一個蠻穩定的 都有一個80吋70吋 村民數還算是偏多的狀況 好 這一波再走進來 好 那點下帝王時代的是紫色 Jodan Jodan這邊出的兵其實蠻少的 那Jodan這邊先上帝王時代有什麼好處呢 最大的好處就只有強弩 好 這個狂戰士幫 但狂戰士像這個問題 很容易被日本的黑拉 日本武士砍爛 所以這邊不太可能會出 日本武士喔 而是劍兵勇士喔 好 這邊看一下 兩邊的隊伍直接進行大交戰 莎奇馬一直往前 弓兵也是努力的 去針對黑拉的弓兵做一個處理 但是日本弓兵實際上實在太多了 而且還有拇指環 輕而易舉的就射掉非常多的莎奇馬 正面的話也不是很好打 因為對方的HART的弓兵 和騎兵還是沒有解決掉 那剩下少量單位自由開火 黑拉這邊拿到巨大勝利 完蛋 好 以上帝王時代底下三級色 拇指環 強弩可能要趕快補一下 有拇指環加 不是拇指環 有三級色跟強弩的話 這一坨弓兵應該是能解決掉 剩13隻而已 其實並不多 好 這邊搭配少量的莎奇馬過來撿 應該是可以解掉 但是後面又來騎兵 而且正面可能莎奇馬躲不掉了 哇 這邊還在秀操作 嗚嗚嗚嗚嗚 射到了 喔 又射到了 呵呵 好 這邊要小心一點 這邊要保留一下弓兵的數量 好 強弩還有兩秒 一秒 一秒好了 強弩升級 這邊要優先射強弩 好 這邊決定不空了 只是原地戰A 好 這一波大戰在MIPER結束了戰火 好 但是目前分數還是由JORDAN MIPER 塔套具有的戰隊領先 MIPER戰隊目前是有點落後的狀況 因為他這邊塔套 不是塔套 這個HART 這個綠色伯伯玩家 這個臭名數實在太少 只有36吋 MIPER跟JORDAN一直瘋狂在打內甲 你看這個牆母一直往他家裡這邊跑 提示也只能蓋到一半 沒辦法蓋好 因為牆母又要過來 呵呵呵 如果是我就心態炸裂了 然後這時候可能不太親屬 這個遊戲的玩家們 可能會覺得說 靠 這個伯伯人怎麼那麼戰犯啊 好 事實上只是因為 GL戰隊喔 MIPER這邊戰隊增速 針對得很好 那我只要優先打內甲的話 對方騷擾的威力就會變減弱 因為內甲只要沒什麼太多兵 騎士很少的話 很容易他們騷擾的方針就會出現問題 那自己可以利用更多的兵 去打外甲或內甲 那這個優勢就去擴展下去了 好 那這邊MIPER點下沙迪力科技 待會出這些馬舟單位 還有這些需要吃肉的單位 都是有這個大量減免的 好 這邊也撐到帝王世代MBL 帝王世代之後 可以先考慮 趕快先升個化學 然後先按一下工程 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出點火炮 好 會比較好一點 欸 結果MBL直接轉中頭 更狠 中頭也可以 好 OK 中頭這個打法很OK 因為對方的這個 戰毛兵有點多 好 下方日本人用戰毛兵加強弩 直接慢慢淹果過去 這邊MIPER的 殺騎馬 很努力在輸出打投石車 好 投石車全部被解掉了 中砲還沒有好 直接爆開有點虧哦 好 這邊持續壓近 好 再收掉 再收掉 哎呀 哎呀 再收 再收 好 投石炸一發 嗚~~ 很痛 這裡要B陣哦 沒B 倒光 很痛 好 那桃桃依舊 這個強弩放在哈特家裡 繼續騷擾 下方這邊也是 這邊工兵到處弄 弄到MBL也是覺得很頭痛 上方這邊也是 也有毛兵 少量的工兵在做騷擾 他們已經準備要來開始跑貿易線 這邊兩個4級都蓋好 但是HERA這邊 轉出了大量的戰毛兵 直接潛壓 但是強弩沒有升級 不怪的 資源不夠多 看一下 HERA這邊有資源可以升強弩 好 現在才點 一講完就點了 好 好 那很明顯 AN戰隊第一場有點失利了 感覺並不太好打 那這邊GEO戰隊的塔套 這邊WP圖 卻直接升級了 這個強弩 再加上火炮 那我為什麼會覺得 這個ISOBIA直接出火炮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出頭死車的話 很容易被火炮counter 那你出火炮的話 又可以counter對方 距離頭死技術跟火炮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弓兵也可以 但你頭死車就沒辦法 所以頭死車我覺得這個選擇 其實是不太好的 但是打對方戰毛兵 跟弓兵是很好用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是點掉 點下這個扭力彈射器的ISOBIA 再加上這個火炮的話 其實跟頭死車的感覺是差不多 而且射程更有優勢一點 這樣就不會被打魯批除火炮給壓制住了 個人感想是這樣子 好 這邊依舊家裡的強弩解不掉 後方這邊再分個擊隊想要去抓村民 好 黑拉也是已經被壓制住了 上方戰線 頭死車依舊給壓力 給到壓力還是不錯的 但是打魯批圖火炮一出來 霸風可能就會易轉囉 但是中頭升級血量比較多 一炮還不會被打死要打兩炮 我最喜歡打很多炮 好這邊直接打下一炮 加出了GGMVL 跟黑拉還有這個 HART 直接打出了GGMVL 時代上有點落後 那這邊落後是最多是HART 那VIPER這邊雖然有點落後 但他這邊落後的原因是因為他點下薩地利 薩地利是需要吃大量肉的一個科技 而且這邊又一直瘋狂暴兵的關係 所以他上帝王時代雖然慢了一點 但是一直有兵喔 在做事情 這邊兵還是很多 然後中間這邊還直接開始撈魚吃 撈這些鮭魚 還有海豚 真的好吃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的一個重點 應該是在這一坨兵吧 我覺得有點太硬要把VIPER打成 但我覺得這個是重點沒錯 如果沒有給VIPER最大的壓力的話 讓他爽爽走上去 確實是個問題喔 但我覺得應該他們也可以直接把一家打死 例如先把那個Jordan給打爛了 維京 維京只要移滅經濟喔 到了後期也沒什麼威脅力喔 讓他最強實情直接把他打爆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還是最好的地方 是因為GL前線的一個作戰方式喔 太好了 GL非常針對HART做一個 一個針對打擊喔 你看這邊工兵一直在燒喔 讓HART沒辦法安全的那種 所以導致HART一直沒有經濟可以補上啦 就代表是說 AM戰隊並沒有機動性的騎兵路線喔 可以去支援隊友 那就很容易被VIPER的騎兵機動性 一直壓著打 這是蠻大的一個問題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好遊戲來到了第二場比賽喔 GL戰隊對上AA戰隊的3V3美威表演賽 那這場比賽喔 剛剛是由GL戰隊獲得了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張地圖的一個特色吧 這張地圖特色喔 石頭跟黃金喔 都有點連在一起喔 非常特別 直接一個混合式挖礦 那後面喔 有這個像四虎一樣的魚群 那這個魚群跟四虎感覺是差不多的 那我覺得重點應該也是把這個四個虎先拿下來 拿到點經濟喔 那中間的話也蠻重要的喔 因為中間有這個魚群啊 跟這個礦 都是重疊在一起的 看這個魚群 跟那個礦中間在一起 非常奇怪 金礦中究竟有魚群在跳魚啊 那後方這邊也是喔 有這個什麼西特 什麼西特 西...西...西蒂特公主 這個非洲公主 不知道在這邊幹嘛 這張圖好像之前我有撥爆過 那它的外側呢 有非常多的少量黃金喔 所以其實這張圖喔 打到後期黃金量是蠻多的 只是要一直非常的... 移動性的挖礦 你不能一塊礦球一直挖一直爽 那後期這邊跑貓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方選的文明吧 那這一場有上一場是尼控 連戰隊放尼控出來 尼控也是非常警戒的選手 跟viper他們是非常相似類型的一個玩家 那尼控他的最大特色喔 是有點像是viper跟hair的綜合體 該弄的時候會弄 該打凶點的時候會打凶點 男系非常好的一位選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他選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這個文明喔 其實就是有點符合我剛剛說的 你要打凶的時候也可以喔 可以打農點也是ok的 因為西班牙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經濟加持喔 但他的這個村民有這個霸權喔 讓他這個到地龍時代的村民 不太容易被擊殺喔 所以很容易農起來 而且他的這個建造速度也是很快的喔 快速蓋TC啊農田喔 也讓他適合開農的一個角色喔 那主要還是要打這個城堡時代的西班牙征服者 才可以打出西班牙原有的價值喔 那這次改版喔 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有一個明顯的削弱喔 讓他的工兵的鎧甲減少異防 這意味著自己的工兵喔 TC還有這個傷害喔 箭矢傷害喔 都會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受到大規模的一個血量降低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不像以前這麼無腦 可以硬踩這個TC喔 上去開槍亂射一波喔 所以現在西班牙征服者 操控來說要更小心一點點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色 破爛人的話最大特色可以在模仿旁邊喔 蓋一下這個農田之後 農田一蓋完喔 可以直接立即收成10%的收成 喔非常的厲害喔 這個能力喔 讓他可以再前期喔 獲得大量肉 到了後期更是誇張了 通常遊戲結束的時候都可以贏對手1萬肉量 喔我剛剛講錯的是 可以立即獲得8%的肉量 這個有改版 每次改版的時候我都會有點 有點轉不過頭腦 那後期呢可以打這個貴族特權騎士喔 那騎士的話 一直只要30塊黃金非常便宜 到更後期喔 還可以打這個大洛馬 有這個踐踏效果 這個金冠科技研發完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無四黃金喔 只用大洛馬擬壓對手 那也可以打強弩喔 跟戰垂兵 所以破爛界面上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可以不攻擊喔 都可以打 接下來來看看他的隊友喔 曲子羅倫 曲子羅倫的話 我們剛剛是暗桶我介紹過 我們就不先介紹了 我們剛剛沒有介紹到是這個 這個羊喔 跟鹿牛 可以馴服動物喔 可以在這個模仿裡面喔 慢慢殘殘殘殘殘殘殘食物喔 但這張圖有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羊比較少 野生動物比較多喔 跟這個野外的魚群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對曲子羅倫來說 其實不是那麼好用的一張圖 好這邊後方再稍微巡邏一下 看著有沒有人來蓋碼頭 那碼頭目前有來蓋的話 是Jordan 那下方是Nikon 上方是由Dout跟Viper 一起共享魚群 那右邊呢 則是沒有人 這邊應該是要有MBL 趕快去拿這個魚群才對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 他這邊在挖到黃金了 這邊是要來打快攻的意思嗎 有挖黃金通常是要來開戰的 難道他是想要偷偷去蓋碼頭 開弄一波 有可能 這樣弄的話也只能弄上方 但這上方感覺弄不太到 因為這邊Viper他們都把這個木牆都圍死了 那邊村民是進不去的 但我印象中應該是可以把這個刺塊 樹木 直接把他罰倒之後再蓋木牆 就可以進去喔 印象中 好 那再看一下GL戰隊 GL戰隊是選擇了打孟家人 孟家人的話他的戰車路線 跟自己的相公 還有這個派科技 都可以讓自己的相公威力再大幅提升 那大象還可以抗著想 而且可以減少這些額外傷害 所以打魯P2 喔不是打魯P2 孟家人的話後鞋打相公路線是偏多的 戰車的話是比較少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喔 這個孟家人的這個大象 不是大象 這個騎士喔 是沒辦法出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出騎士的話 只能利用自己的寶兵戰車單位喔 當騎士來使用 但這個騎士喔 雖然血量多 但是並沒有這個攻擊的優勢 因為騎士基本傷害是10攻喔 戰車只有8攻還9攻的樣子喔 傷害是比較差了一點的喔 所以整體而已喔 孟家人還是會走一個攻兵路線喔 加上自己的僧侶喔 找對方騎士的一個打法 會比較偏多一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道德 道德選擇西班牙喔 西班牙我們剛介紹過了 好建造速度很快 還有這個西班牙這部折可以用 接下來看一下條盾 條盾的話Jodan Jodan選擇條盾的話 雖然他的農田很便宜喔 而且騎士也有抗著想能力 但是騎士沒有這個跟蹤技術喔 跑得非常慢 所以會比較難打一點喔 而且他的條盾優勢喔 是增加近戰防禦力喔 騎兵跟步兵每升個時代 不是每升個時代 城堡時代開始加易防 所以會變成說 條盾會比較偏向於近戰戰鬥為主 但是遇到了西班牙的征服者 跟波蘭 跟驅逐盧人的話 可能只要小心西班牙人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波蘭人跟驅逐盧人的話 都是持近戰的 但是驅逐盧人又這個近戰傷害的 不該加成 所以條盾人的 在這場比賽可能發揮的話 會比較痛苦一點喔 還是要轉出自己的工程武器喔 這個鋼鐵甲 加上這個金罐的 讓這個城堡時代 讓這個城堡有這個射程的優勢喔 會變成一個重點 那自己的單位的話 可能會走向於遊俠路線喔 加工程器路線會更適合他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會怎麼發揮吧 沒有意外的大家都直接打一個直層 直層戰術 好 先直接開了修道院 加上工程器製造所要來前壓了 沒想到驅逐盧人是要來打一個高速開壓嗎 MBL這邊是鬼配 他沒有捕魚的關係喔 所以他可以上城堡時代更快一點 這是一個細節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因為經濟可能會比有捕魚的活命喔 會更差一點喔 但他這邊是打工程器 配生魚的一個路線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需要肉的一個單位 那如果是 就是他是驅著羅倫耶 不打肉的單位很難打 他馬就不出殺騎馬跟駱鎖 會有點難受一點 好 這邊要直接開疊 這個石牆血量開始掉了 鐵龍掉出很快喔 大概一下可以裝60滴血左右 好 這邊直接點出去 好 後面還有再圍了一下 自己攻兵隊友 拖籃全著的攻兵開 好 攻兵開確實不錯 拖籃我們剛好講過 打什麼都可以 好 這邊不小心就頂了進去 這邊頂進去之後 AM戰隊跟G樓戰隊 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頭車砸下 OK 有頭子車出來的話就有機會喔 在這個時間點喔 生魚是只能遭騎士的 頭子車是沒辦法解的 大家現在遇到頭子車 只能先行撤退 OK 直接收掉了 好 那看到頭子車出來 這邊直接轉向 又來攻擊黃色的DOT DOT這邊城堡應該要搞快挖出一洞來了 資源量還差了一些 危險危險危險 這個真的有點危 這邊直接開設 先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這裡開始圍一下會比較好 對 開始圍牌 哇 這個轉向挺有料的 給對手極大壓力 OK 點下了救贖思想 待會缺著羅倫NBL的大象 就可以來招搶對方投石器了 就會沒這麼好打這個大象了 好 大象這邊直接被勝率的血量給拿回來 本來這個大象血量 有點殘血了 但大象可以受過這個生女的補血 繼續攻城 非常好用 那裝上大象 這次改版也有被下修一些數值 血量也稍微變得低了一點點 所以沒有像之前那麼誇張 好 這邊救出思想易烤 完蛋了 這邊塔套可能 生活無法治理 就是塔套 DOT 好 一出來果然被招 然後直接敵掉完蛋 打個異發 然後這邊吸陣還可以補血 西班牙這補者也出來了 好 這邊MIP紅色 直接用大象想要應招這個裝甲戰象 但是後方工兵過來想要來拯救 這邊還稍微卡了一下 但是沒招翔到 MIP的生女 孟加拉直接回撤回去 但是這邊大象依舊在頂 城堡蓋在安全的位置 好 這邊蓋好直接吃箭石 還好沒有受到 所以我的一下 箭矢傷害 好 大山過來 但是又有看到對方的工兵 直接開招 哇靠 這個手術招得很快 MIP直接招了四隻的奴兵 但是這邊可能要趕快跑了 哇 再招 繼續招 雖然生女背色很痛 但是孟加拉天生三防 巨型防三防全部都有 全部招光 哇 直接招了六隻奴兵 用這個被招翔過來的奴兵 直接反擊加上投車 順利的解掉這一坨工兵 黑啊應該傻眼 WTF 工兵也可以用生女招翔招爛 這就是VIP的手術 世界冠軍等級的一個不為力 好像鬼的 好 那這邊BK 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源 沒辦法再下一個 如果可以在這邊下一個 BK在這邊 投車直接開找在安全的位置 還可以去阻止對手的招翔距離 還可以去阻止對手的招翔距離 T型應該是要放棄了 這個不能再硬手了 準備好 嗯 嗯 есте Web 直接把對手的僧侶給遭響了回去 哇 Viper的僧侶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被遭響的僧侶並沒有辦法吃到三房的加成 這邊三房並沒有的 那有些僧侶是有的 這是原生僧侶跟被遭響的僧侶的差別 然後這邊大象直接北上而行 看來是要來直接去捅掉這些碼頭了 那中間這邊已經失利的 Hera他們可能會轉成經濟打法 可以開始 這裡再繼續打下去不農的話絕對會出事的 這是一個僧侶的觀念 你不能從頭到尾一直僧侶 如果你一直僧侶的話很容易被打出經濟差距 直接就GG了 看起來大家都在農 這邊怎麼靠得那麼近 那沒有關係喔 兩邊是隊友 就等這邊直接下方逐城戰法 直接把對手 這個誰 這個叫做 至極大學直接把吸燈圍在這裡 這個太特別了 這怎麼圍啊 我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應該還是可以打進來喔 後方再繼續築城 就等這邊 就等於起死到現在 明明做太多事情了 這邊都是viper 跟自己 嗚嗚這邊直接自滴僧侶 都是在靠這個viper加塔道特 兩個人守住了對方的公室喔 兩個人守住了對方的公室喔 那揪人這邊是負責農的 因為他確實也比較適合農 農田便宜嘛 而且現在這個時候出兵去打西陣也很難打 這個戰船 看起來是守不住 漁船啦 漁船可能會被射光 你怎麼在射公主啊大哥 公主快被你射死啦 欸不是啊 你射公主一直射一直爽 好吸陣過來解救一波 好 開票 再一下 OK啦 一人一槍 順利收掉 好viper的生侶開始慢慢走得出來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東西 viper的村民宿來到了11隻啊 好多 多到爆 好吸陣被擋在入口處 這邊沒法過去 這邊直接上了雙10強 非常力 而且還躲強喔 升級過的血量3000 好viper這邊看見中間並沒有太大規模的一個東西喔 直接來潛壓對手 這邊你看很早就點下了帝王時代升級 但是上到帝王時代的西班牌喔 西班牌征服者的影響力就沒這麼大了 要趕快去升級游小 是他打後期的一個重點 好 就著這邊也是雙修道院 好上方這一坨弓兵直接壓進來 viper這邊找想到的弩兵 跟西貞可能要送光了 可以啦用自己的弩兵直接射到上方 如果玩波蘭 打的是弓兵開 很有想法 這邊是想要去上去 射這個碼頭的 村民喔 不是村民啦 漁民 漁船跟漁網 漁網被射到也是很虧喔 這個肉其實是很多 走路過來 這邊分兩邊 想要來射村民 村民可能要被射了 欸沒射死 好撕掉一艘漁船 好看一下下方這邊 這邊近距離直接招走了對方的射箭場 這個拔場應該是要沒了 可以啦射箭場直接被招走 這邊勝率直接開招對方勝率 哇尷尬了 AMBL這邊驅逐羅倫是沒辦法招對方勝率的 好印象中 可以在這邊只能被白白招走 好拖子車被招走 直接致敵 應該不是以為 應該是被扁爆的 好這邊想要蓋城堡 以為來得及蓋得起來嗎 應該是有點難蓋 因為大象趕快過來頂 好再招一下招一下 讓對手蓋城堡 時間越來越多 好後方這邊的弓兵 直接被騎士硬上而起來 道特有西班征服者 加上騎士的COMBO 順利的收掉 大象直接開頂 但是裡面沒有投石車可以阻擋對手 VIPER的進攻 後方七騎兵大量直接過來 VIPER直接手速標齊 但是應該是沒辦法阻止這一場的血腥的生女屠殺蛋 完蛋了 輕騎兵砍生女只要三刀直接解決 VIPER的勝率直接被解掉了 雷拉用這些大漏馬解決掉飛桶鑽 OK這邊第一牆出來蠻好的 好騎士繼續往前壓 哇 勝率這邊直接被射光 尷尬 直接破洞 但是有長長兵 長長兵也只能稍微拖一點時間 好 那道特果然點出了 自己的 遊俠升級了 西班牙帝王時代就是要打遊俠 不能要幹嘛 對不對 好 重重騎士走了進來 開砍一波 直接先把尼控砍的殘血 尼控砍的殘血 哇 頭車直接砸爛 這邊是中頭啊 很痛啊 果然是走工程器路線嗎 但是他不是走騎兵喔 是走長槍兵 長槍兵也可以啊 貨兵本來就有禁防加成 但對上西陣喔 禁防不是重點 好 家裡被弄到生活法治理 西陣也是被砸爛 這邊怎麼辦呢 這一波進去 尼控可能會被打殘 但黑啦 加上MBL 由於潛壓的關係 經濟並不是很好 這邊沒辦法第一時間去幫忙隊友 那這邊城堡直接獨口成功 這邊重裝騎士可能也沒辦法進去做騷擾 Viper這邊直接轉出了自己大量的射箭靶場 看來是要來做相公路線了 好 那 Viper這邊他們有這個 四級優勢喔 這邊應該待會可能就要來跑貿易了 這邊差不多要補貿易了 OK 這個不四級 好 這邊重裝騎士居然還是溜了進去 哇 不是已經變遊俠了 遊俠進來 MBL只能靠著自己的駱駝 趕快升重裝駱駝 去壓制對方的遊俠 但是這邊尼控 他們打出了聚聚 哇 Viper他們拿下兩把比賽的勝利了 那這場比賽是BO7喔 所以Viper再拿下他們兩勝 就可以獲得遊戲的比賽勝利啦 那聽說這場比賽 輸的對方可以拿到69塊美金喔 69就是霸咖的意思 呵呵呵 在世界國裡面打69 就會出現霸咖的語音 非常有趣喔 有點嘲諷的意味 但是這是表演賽啦 所以這個冠軍喔 比賽獎金喔不知道是多少 300多美金吧 那輸的話還可以拿到69美金 其實也是不錯的 至少是一個穩定表演賽 那目前看起來喔 這場比賽的一個問題 是出在於他們 前線的壓制喔 並沒有壓制的非常完美喔 雖然MBL有招翔 救贖思想 但是並沒辦法招翔對方的僧侶 所以如果孟加倫突然轉出僧侶爆 然後招翔對方僧侶的科技出來之後 很容易就被反壓回去 那道德這邊也是喔 犧牲一出來 然後城堡一蓋好 走出這一步 基本上對方的攻勢就會被減緩了 沒辦法繼續強攻下去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前面的作戰策略 並沒有想得太清楚 就是哪時候該收手 哪時候該停手 雖然他們停手時間也算是剛好 也不再說 說一直很硬要一直要硬打 但是讓道德這邊還是 直接農出了遊俠出來 算是一個硬傷 那尼控這邊由於在瘋狂打騷擾的關係喔 所以自己經濟其實沒有很好 遊俠也不太出來 跟西貞這邊一直潛壓 你看這邊 很明顯就是瘋狂潛壓 然後各處騷擾 所以導致尼控並沒有像道德一樣 同樣是西班 但是卻農出遊俠卻只有道德 這就是一個系列上的一個差距 好那這兩場比賽 作為上級 那如果想要看下集的觀眾們 待會這個影片的結尾 會有下集的影片連結 可以歡迎大家再去看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一句 Main 三句 nur 開放 第二個 一 이쪽 就 就